到底哪裡好用呢? 我先講一下它全自動化 你不用去淘寶書的定值 你也不用一筆一筆去Key 當號 你也不用寫品名 也不用寫數量 它這邊自動都會知道 然後什麼東西能寄什麼東西不能寄 你完全不用去問客服 你直接就可以在上面找到你要的答案 然後他們可以幫你拆包裹 可以幫你打木箱 打木條 而且所有的價錢 所有的資訊 包含你的包裹重量 所有東西都清清楚楚 所以我真的覺得它真是全世界最好沒有極命的事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評侯少女的頻道 我是艾達 今天這一集根本就是來造福人群的 討用的基韻公司 討用淘寶至少應該也有10年左右的經驗 因為本人非常愛買 所以我從一開始就使用了基韻 一直到現在 我就覺得基韻不就大同小異就是找那樣嘛 如果沒有基韻過的朋友 我可以跟你簡單講一下 基韻的概念就是呢 你在淘寶買了6、7、8、9、10、11、12、13個東西之後 你就把它寄到某一個人的家裡 那個人就是基韻讚 好不好 你寄到他的家裡呢 然後他就幫你打包打包打包 把你那十幾樣東西打包成一個包裹 他不是寄到你家 這樣你就不用負擔十幾樣 分別寄去你家的費用 而只要付一個包裹的費用就好 而通常基韻的運費呢 都是算重量 那有個手重、有個續重啊 比方說你第一公斤 好我舉例好了 25塊人民幣好了 可能從第二公斤開始就會變比較便宜啊 可能20塊或19塊這種 然後因此類推 可能5公斤以上又會是一個比較便宜的價格啊 10公斤以上可能又更便宜 大概是這樣啦 有些基韻公司有些問題 比方說寄丟寄不見 或是特別慢 這種問題常常有 然後大部分的基韻公司的客服 都是內地朋友 所以你跟他們溝通上也都是從旺旺 然後有時候溝通你也會覺得有點累 那這間基韻公司呢 它的溝通管道是用LINE 只要你加入他們的LINE的官方帳號 你溝通無距離 那其實這個基韻公司 也是個YouTuber的觀眾推薦給我的 他一跟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興奮 然後我去試用以後我覺得很不錯 所以我就決定要拍這部影片 好好感謝他 告訴我這個這麼棒的消息 然後也分享給大家 好這家基韻公司的名稱呢 就叫做 巧巧郎 代表你用我就會變成 他怎麼使用呢 首先我們要去App Store 我是做Apple的系統 如果安卓的話 你們可能就要自己找一下 因為我沒用過安卓 所以呢你去App Store 然後下載巧巧郎 下載之後呢你把它打開 你會看到一個這樣子的頁面 你不要擔心 你沒有買東西 所以那個也不是你的東西 那個只是範例 所以不管你是按 帶入庫、以入庫 或者是帶出貨、以出貨 那個四個地方 都會是範例 所以請你不要緊張 那不是你買的東西哦 好當然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設帳號密碼啦 它很方便 它可以用臉書登入 也可以用Apple帳號登入 就看大家個人的習慣囉 要綁定手機號 所以你就必須要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把收到的驗證碼 輸入進去 你就可以完成手機的綁定 好綁定之後呢 它還會繼續回到首頁啦 進到首頁呢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必須要把你買東西的地址 設定到他們家嘛對不對 必須把它設定到QQ郎他們家嘛對不對 所以呢 QQ郎他們家的地址在哪裡呢 我們先按右上角的倉庫地址 點進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要讓你寫個暱稱 這個暱稱就寫自己的名字吧 你就等於是他寄東西 給你你的收件人的姓名 然後記得這個名字 你輸入進去之後 是不能再做更改的喔 好你進去之後 馬上就出現兩個地址 這也是我覺得QQ郎 非常厲害的一個功能 就是呢 你不用再把地址複製啊 然後貼到你的淘寶去啊 然後你也不用再一個一個輸入啊 什麼電話啊 那真的很麻煩 尤其我之前用機運公司 可能普貨、特貨、海運什麼 他們有不一樣的倉庫地址的時候 他每次給你一個地址 你就要貼一次 QQ郎真的很聰明 因為他這個地址 他可以自動連動到你的淘寶去 你不用輸入任何一個字 接到這兩地址之後呢你就按下面 如果你是用淘寶 你就按設置到淘寶 如果你是用阿里巴巴的話 你就按設置到阿里巴巴 好我是用淘寶 所以我就按設置到淘寶 進去之後呢 他會要輸入淘寶的帳號密碼 記得這邊是淘寶的帳密喔 登入之後 我跟你講 MAGIC 魔幻的事情就在這一刻發生了 因為他現在已經踢到你的淘寶裡了 如果不相信的話 你再回去你的淘寶去檢查一下 你進去你的淘寶 隨便假裝要買一個東西 點進去 你去觀察你的收件地址 是不是有這兩個地址 你看是不是已經在那裡了 這個功能 我覺得真的是造福天下人群 實在太方便了呀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喬喬的APP 好如果你已經有買東西呢 然後想要寄回來的話 我跟你講 這是他另外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 我之前的集運公司 要集運回來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個官網 然後要你把所有的檔號 一筆一筆Key進去 然後你還要告訴他 有多少數量 然後品名是什麼 這件事情在這裡 你都不用做 他會自動輸入 我覺得超級方便的嘛 方便到我覺得 So amazing 這麼多年來 我都一直都是手動Key in 現在有個全自動化 我真的是覺得真的是太棒了 好怎麼導入呢 我們來看上面 你們看有個導入淘寶 按進去以後 一樣要輸入你的淘寶帳號密碼 這種東西應該就輸入一次 他會問你要登入嗎 你就按4就可以了 登入以後呢 你就可以在這裡看到 你在淘寶買了 已經發貨的所有東西 會出現在這裡 把你要導入的東西 全部打勾之後 然後按下面的導入訂單 然後你的東西 就出現在代入庫了 不但不用輸入數量 你也不用輸入品名 它上面全部都會有 導入之後呢 你看看你看看 他是不是已經到代入庫這裡了 所以呢 一旦他收到東西 就會自動轉到以入庫那裡 所以你隨時可以去查看 他收到了你的包裹了沒有 好接下來你看 他收到東西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打包回來啦 而且你看 以入庫這邊 他不但平民價錢的數量 不用輸入之外 他所有的重量 包含照片 都在這裡清清楚楚 讓你完全不用擔心 所以你要集運回來的話 你就把這東西都勾選之後 直接按下面的集貨回台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那你就必須要寫下你的個人資料 比方說他會讓你寫你的姓名 地址電話啦 這種基本的資料 然後他可以宅配寄到你家 也可以寄到便利商店喔 然後接下來呢 他會讓你選擇一些 你平常習慣用的物流公司 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你比較喜歡 他們家基本上有分空運跟海快 會比較推薦用海快 因為海快是他們家的強項 而且我發現他海快的速度 其實也不輸空運 頂多晚個一天或兩天 然後從大陸寄東西回來的朋友們 你們應該都知道 要去下載 毅力偉Easyway的APP 然後去上面登記你的資料吧 所以這邊呢 一樣也要填上 你在Easyway登記的 分證字號、姓名跟電話 這樣你才可以順利收到你的包裹 沒有叫台灣海關才會放行 好 回到所頁之後 你再把你要打包的所有東西點選它 它下面已經會出現你的總重量了 然後你就按集貨回台 把它們通通寄回來 而且到這裡的時候 我其實蠻驚訝的耶 頻繁進口稅是由他們吸收耶 這個東西你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巧巧人會一併幫你吸收掉 好 接下來頁面選單呢 你可以選擇你要海快還是空運 因為兩個我都試了 我現在示範的是空運 而且最方便的是 它上面都有詳細的價格 還有你能收到的日期 不過當然集運公司的日期 你還是要保守價格一兩天上去啦 尤其是最近疫情啊 海關清關那邊特別嚴格 然後所以辭校一定會delay 像我這個打包的東西啊 它其實就delay了兩天 上面是顯示5月26號到 其實我大概28號我才收到這一批商品 接下來你就順著一直按按按 你就會看到這次你要集運回來的運費價格 手中多少錢、續中多少錢 它也顯得很清楚在上面 然後呢 巧巧人付款是用儲值的方式 所以你第一次用我們必須先儲值 我們就按立即儲值 它儲值的方式呢 只有轉帳的方式 你就登記你的銀行墨六碼 讓他們才能夠快速的查帳 然後把錢儲值到你的帳戶裡喔 而且我發現他們任何服務都非常貼心 它只要知道你的銀行 它上面就會出現一張圖片 就是你銀行卡片的示意圖 你看我這邊是寫東國信託 所以它直接告訴你 你要填寫的號碼在哪裡 不用怕 你不知道要填哪個號碼了 好 接下來回到這頁面之後 你就要去寫你要儲值的數量 所以就看你要存1000塊或2000塊在裡面 就會出現一個帳號啦 你可以用TaiwanPay 也是可以用ATM 依照我的經驗呢 我大概匯款了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我就再點進去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它已經入帳了 對 我覺得時效算是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除了成功之後呢 我們就到帶出貨這邊 看到了一個去支付 我們就按下去 然後發現 欸 剩餘1000已經入帳了耶 我們就遂入我們的支付密碼 接著回到首頁你就會發現 它已經整包出現在帶出貨那個區域了 它之後出貨它還會出現在 最右邊的已出貨這邊喔 而且我覺得最好的是 它的物流都非常的清楚 我之前用的那間金運公司 它的物流永遠是不清不楚 我收到了 完全沒有顯示 所以你要查物流的話 你就直接按下物流追蹤 你就可以查到你的貨品在哪裡 而且是什麼時候到喔 所以它這裡你是不是覺得 哇 這個APP真的是超好用耶 已經省去很多麻煩 而且根本是秀斗秀斗的人都會用 就算你都不會買淘寶 都不會集運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好上手啊 告訴你它還有一些其他更棒的東西 有些東西你不知道它是不是特貨啊 不知道能不能寄啊 它預費多少怎麼辦 又或者是我想買傢具啊 我的賣家不幫我打木槍怎麼辦 我跟你講在小小郎這個APP上面 這件事情你通通不用擔心 不知道這東西能不能寄的話 你問它就對了 我們直接到它的首頁 然後按下能寄嗎 按進去以後 你就把你要寄回來的東西的品名 你就寫上去 寫上去之後 它就會出現一堆這種商品 然後你隨便選一個 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空運是可以的嗎 或者是海運是可以的嗎 因為有些可能有關食物的啊 或是粉末或是液體的東西 可能會比較敏感一點 如果你不確定這東西能不能寄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得到答案 再來還有一個是尺寸的問題 如果你是超級大型的家具 你在這邊也是可以問它的囉 所以你就把包裹的長寬高 跟它的重量輸入進去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東西可以走什麼 或是有什麼樣的方式去寄它 如果你想要先看看 你這次寄東西回來 大概會花多少運費的話 你也可以在他們app 事先預算 我們回到首頁點進運費這個選項 它有一個運費試算的功能 長寬高 包裹重量 一併輸進去 而且你們看到 它有一個計算 打木架跟打木箱的費用 所以他們可以幫你打木架跟打木箱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空運多少錢 海運多少錢 海快多少錢 然後再往下你就可以看到 打木架跟打木箱的費用 各是多少錢 所有多出來的費用 或是可能隱藏性的費用 它也都寫得很詳細在裡面 所以你不用擔心 會有一些你不知道的費用 突然跑出來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功能 如果你還想知道他們更多的 比方說時效 限制啊 或是要注意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去他們的空運選項 或是海運選項點進去 他們裡面都會有超級詳細的說明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還可以加他們的line 我把他們line留在這邊 依照我經驗呢 我之前用過問題的時候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馬上及時的回覆你 所以就耐心等他們一下囉 他們的line是有人會回覆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那如果是他們上面的客服的話呢 依照我經驗 我問了你的資料 那他們的粉絲團 應該也只是PO訊息使用 所以也不要在粉絲團上面問囉 然後最後我要跟大家講的 今天這個影片呢 完全不是業配 因為是YouTuber的朋友的分享 我也覺得好用分享給大家啦 所以大家可以盡量使用 就是這個影片絕對不是廣告喔 好 我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